蜘蛛貼蜘蛛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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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蜘蛛樹枝 蜘蛛貼蜘蛛樹枝 蜘蛛蜘蛛樹枝 我是王智俊 我是來自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企天文館 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大南郊野公園 這裡是我時常會帶學生來考察的地方 我們開始時會走一條自然教育徑 然後我們走到一個叫平直升基坪的地方 有一個很大片的草地 那裡我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讓學生自己去探索 在草地上我們叫放羊 就是讓他們自己在草地找到什麼的小生物 或者找到什麼的小動物 我想學生最喜歡看到 或者是我帶他們去看的時候 他們最大的反應就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我一揭開牛市 原來他們想像不到下面有這麼多生物 就是在我眼中可能牛市又不是很髒 泥土 人們覺得泥土也很髒 會稀奇 原來土養或者是你看上去的枯枝落葉堆 原來下面有很多生物躲在裡面 我有時候也搞笑 有時候特意做的 就是我把手放進去 接著碰完之後 接著我舔 然後它就很害怕 但其實這個也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剛才用這隻手衣 但我舔在這隻手指上 很多時候我們穿在眼鏡 或者是看很大的東西 但其實他們完全沒有遺疑 他們身邊有很多蜘蛛 其實在這裡捕食 原來發覺其實蜘蛛的顏色 是很鮮嚴的 很七彩的 很多色的混合 而且他們也有形態 也有很多的變化 一般人其實怕蜘蛛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無神神 第二就是它的蜘蛛網黏著 黏到死 很害怕 但事實上我想說 其實很多時候蜘蛛的網 被你破壞了 其實它都很可憐 它再捕返 那些無神神的蜘蛛 其實不是那麼多 大部分都很光滑很靚 當然不會立刻你會很欣賞它 要慢慢改變 所以要從帶你去認識開始 有些學生可能會說 哇 這麼大雨啊 SIR 你都帶我走很辛苦 但其實他們後來可以自己 可能想起他們最深刻印象 就是鎖魚鎖到濕了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經歷 不論是好 不好的經歷 都是一種經歷 而這種經歷是野外才有的 香港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都會享受冷氣的地方 你想想 如果在戶外其實都辛苦的 但他們最後回來都說想加長 那個戶外的考察部份 其實透過這個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再看生物的時候 那些學生好像開了多一個顏戒給他們認識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帶出給他們認識的一件事 我不期望我帶一班三十個人 能夠影響到三十個人都喜歡這件事 但我覺得這個小小的種子 和在一兩個人的心裏面 其實我覺得這樣發覺的機會 我抱負希望 亦都是多些人再發掘多些 我們未知的東西 因為他們如果發掘的話 他們亦都會去分享 分享的時間亦都等很多人去認識他們 那最終當然是保養他們 人在郊野時 蜘蛛多奧妙